再来关注中国出口印尼用于雅万高铁的一组高速动车组和一组综合检测列车 21号从青岛港运往印尼 标志着中国首次出口的高铁列车正式起运 这次在青岛港装船起运的是雅万高铁首批发运列车 计划将于8月底运抵印尼雅加达港 后续通过公路运输运往万农 而由于路程长路况复杂 中车四方制定了严密的发运方案 从车辆解编 防护 吊桩 运输等各个环节都进行了全过程的策划 雅万高铁是一带一路建设和中国印尼国务实合作的标志性项目 也是中国高铁首次全系统 全要素 全产业链在海外建设项目 雅万高铁全长142公里 最高设计时速350公里 全线采用中国技术中国标准 建成之后将会成为印尼和东南亚的首条高速铁路